那么小庆神秘的男友会出现在今天告白的现场吗 真实的情况可能还是需要双方来讲述 我们非常希望康德今天能够来 非常希望他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 也非常希望你能够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接下来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 如果康德今天来了跟你说 这三年来之所以不跟你结婚就是因为我有家庭 因为愧疚给了你五十万 所以你现在退出我的生活 可以吗 我退出他的生活 好 我们为他鼓个掌 第二 如果康德确实是单身 但他只是不爱你了 五十万同样作为补偿 要你退出他的生活 你怎么做 我不要补偿 五十万补偿什么呀 买我的青春本不可能的 那你退出他的生活吗 退出 也退出 好 有志气再给伟大鼓子掌 还有 如果是第三种原因 就像李嘉里所说的 康德跟你说 因为事业上出了问题 他现在是个穷光蛋 甚至在外面负债累累 那五十万是他仅有的钱 他非常抱歉 他现在给不了你安逸的生活 他要退出你的生活 让你去寻求新的幸福 你怎么做 我不要他这五十万 我连之前他给我的 每个月一万块钱的生活费 我都没用 我直接都还给他 你都存着吗 对 我都存着呢 我用的是我自己 以前上班中的钱 所以你接下来会怎么做